一天乘坐,大多数天乘坐的人在生气时并没有完全迷失,在大多数情况下,他们可以保持平静和稳定。 通常,他们不能以嘈杂的方式与另一方混淆,他们不会互相争论,当他们能够说出并解决问题时,他们就不会用咒骂的语言发泄愤怒。 对于天乘坐来说,生气时的情绪是那么冲动和不稳定,他们也擅长控制,他们不会发展成买口,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为自己一直都很好的天乘坐人保留自己的力量。 而处女座,当他们不快乐时会感到难过,很少表现出他们的愤怒,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,很容易忽视处女座的童真。 更不用说他们的咒骂在很多人的眼里,处女座一直都是一个文望好的人,而且最平静,最容易处理,即使生气又想生气会保持一定的理性。 而且很少会有咒骂,对于处女座,首先要保持愤怒是理性和冷静。 三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不快乐和不快乐,即使他们太苦,他们也很少呕吐,天蝎座的人说话非常先进。 他们有力量发誓不要说脏话,还要相互争辩的气质对于天蝎座来说,愤怒并不意味着你想和对方吵架。 更常见的是,你只是想找到一种发心情绪的方法,因此,他们永远不会说脏话,互相转脸,他们自己的骨头十字,他们被提高,他们生气,不发誓。 总而言之,天蝎座的人在生气时宁可不说一句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